看看新闻网 如果不说这是唱现场的 我会以为 这可能是拿CD来放的 像神仙玩音乐CD制嗓音 能从悦然无数的音乐评论员口中 得到这么多赞美之词的 在思言力生动亚洲的舞台上 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人 他就是常识磊 在中国区踢馆赛开始 常识磊横空出世 比赛横扫千军 直接杀入了亚洲区比赛 并被孙楠招致麾下 等待一定要有收获的 其实为了等待了一块 一块宝玉 一块好的石头 孙楠等到了这块宝玉 并派他压轴登场 谁知这位常识将军 却遇到了一位高手 和常识磊对决的是 日本原创女歌手多和田 多和田率先带来一首 自创的快歌 立即将全场气氛先至高潮 连一向淡定的评论员们 都忍不住为他喝彩 而常识磊的表演曲目 则是王菲的代表作《人间》 按照常识磊以往的表现 套用甄嬛体来说 这招以静制动应该是极好的 然而不想常识磊竟然一开嗓就失误了 我当时第一句唱的时候 和第一段前几句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点在控制自己 没有完全在音乐之中 高手对决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一点点小失误 都有可能成为致命伤 果不其然音乐评论员们的意见 呈现一编导的趋势 我就觉得他没有拿自己 最好的东西出来 是非常危险的 状态不是最好 因为他可能等太久了 他而且都没有暖声 我一直叫他 暖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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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这个手势出来 我以为他已经暖好了 准备好了 结果出来 前面两三句 里面就好几个地方失误了 对啊 我看连观众 现场的观众 你都听得出来 听得出来 讲得上还是讲 对对对 声音不太好 没有 不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可能有点生病 我觉得 在给他选的一首歌曲 确实柔弱了一点 我没有生病 其实每个选手 在后台等待 其实大家都是很累的 每个人都很累 大家都很累 因为要录制节目 但是就是因为 大家都很累 因为大家热爱唱歌 这是你的舞台 没什么可抱怨的 在短暂的调整之后 昌世磊换上了一套黄色西装 再一次站上了神动的舞台 这一次他决定改变风格 现唱郭富城的代表作 《对你爱不完》 以前我都是坐在钢琴上 要么就是闭着眼睛 要么就是五官比较猙獰 以前就这样子 唱在舞台上 唱这样的类型的歌 就很少 然后我觉得 也可以趁机自己突破一下 背水一战 常世磊彻底释放自己 在台上宰歌宰舞 自意随心地献上了一版 全新的《对你爱不完》 彻底征服了评论员 第二首的时候我就不管了 我就是我是谁 音乐是谁 我才是谁 反正我就全部进去了 我就不控制我的上线 因为我也不管我的表情 这就是我的歌我的舞台 我要怎么样 你不可能老老实实唱歌的 不可能的 因为那不是你 所以我对你误会了 好不好 今天只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牛 谢谢老师 想知道常世磊表现究竟如何 他又能否在亚洲区比赛中 脱颖而出 敬请关注周三周四晚 东方卫视播出的 《思严厉生动亚洲》 娱乐新天地 维静燃顾寻上海采访报道